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澳洲的加息以及特斯拉的反弹 我们知道呢 澳洲在上个星期公布的通货数据依然是非常的吓人 2022年全年物价上涨了7.8% 而第四季度上涨更是超过了10% 那么相比于美国已经降低的第四季度的物价 澳洲的数据就会显得非常的突兀 当行也给出了合理的目标是2%到3%之间 毫无疑问这个7.8%对比2和3%那不仅仅就是已经是高余了 那完全失控 那失控了怎么办呢 你说那当然就是要继续的上腰 我们知道在圣诞节之前想普遍猜测 在2023年澳洲可能要加息是两次到三次 当时我保守估计呢大约是两次左右 但是这第四季度的通胀数据一出 得市场就别保守了 现在普遍预测是三次到四次 而且有60%的可能要加息四次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估计的话 三次加息就是到了3.85% 而四次加息澳元就会到4.1% 如果真到了4.1% 我们自住房的贷款加上2.5之后 就会到6.6% 投资房再加上0.5%就是7.1% 在此之外 银行还要再加上3%的额外缓冲区来测� 申请人的贷款能力 换句话说 自住房6.6%加上3就是一年 你要能还得起9.6% 如果是你买投资房 就要还得起10.1%的利息 那么正常120万的房 如果你首付20万贷款 100万来算 银行就会用9.6% 也就是一年 你要支付得起9万6千的利息 来测试你是否有还款能力 一年9万6 一个月光是利息还款 就达到8000澳元 这个时候你还得用其他的收入 作为生活开支 那么按照现在来说 8000的利息加上各种生活开支 一个月最少 你就得有1万澳元的现金收入 也就是税后的收入 以后几乎就等同于 一个你收入大约是 20万人式的税后收入 那么澳洲有多少人 是在收入20万呢 当然总数肯定是不低 但是绝对的比例 在目前看来 是低于了总人口的5% 换句话说 当澳元再加三次之后 可以申请到 100万澳元以上贷款的人 将会大幅减少 准确地说 可能会降低50%以上 先上来说 在不做假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原来可以借100万 现在估计就只剩70万 如果你原来借的是70万 现在剩下的就只剩30万 因为收入越低 你受到加息影响 所减少的贷款金额就越多 但是澳洲央行也多次表态 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控制通胀 类似的发言呢 其实也来自于美国 日本邀欧洲的央行 各国其实都知道 这恶性通胀就犹如是顽疾 一定要彻底治好 要不然呢 要吃了一半 马上就停 很容易的回复燃 得不偿失 所以相比于澳洲 目前通胀还压不下去 美国第四季度已经开始下滑 因此美元在过去两个月 走势就是明显的下跌 可能大家会觉得 既然美国加息已经放缓了 而其他的通胀高的国家 比如像英国 澳洲他们的加息相反 不但不会停 而且还要加码 所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谓的专家说到呢 澳洲央行有可能是 西方国家里第一个降息的 而且给出的理由 也是非常的搞笑 他说呢 因为高利家庭债务透不过气 因此最终会影响到澳洲的经济 所以澳洲央行很有可能 在今年年底之前 为了不让经济退得太厉害 而率先降息 那么首先我想的是 这个所谓的专家 而且还是澳洲本地第三方股票报告机构 所谓的首席分析师 他为了出名声 是什么话都敢说 之后呢 如果是错了 也没人记得 如果说对了呢 那真的 他一炮打红 那基本上 在我看来就是 投机倒把的言论 其实就是为了博眼球 毫无疑问 从现在澳洲央行的态度来看 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实际经济情况 还是现在通过膨胀率 基本上绝无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 立刻就开始降息 所以买房的朋友 你有很可能在等一等 毕竟三次甚至于四次的加息之后 你可以贷款的金额估计 要比房价跌的更多 7%一年的投资房利息 100万的房 两年的利息 开支就是14万澳元 还不算其他的税和费用 所以聪明的你们 一定可以算出来 现在买房撑两年 还是明后年再说 好了 我们来说一个好一点的消息 兄弟们 鼓起起来 这个特斯拉在过去的一个月 已经飞了 千万不要忘记 请我们吃饭 其实在圣诞节之前 我写过一篇文章里 明确说到当时特斯拉的股价 是从最高的400美元跌到104 最大的原因 就是马斯克的分心 我们知道呢 你买宝马买奔驰 这个牌子占了你付出去的 这个车价的20%以上 那么特斯拉也是一样 相比于其他电动车 马斯克这个巨大的网红 就让大部分人下单订车 那么2022年一整年 马斯克几乎都把重心 放在了他的媒体事业上 他为了收购这个推特 以及整合推特 前后花了几百亿美元 为了融资 还卖了自己无数的股票 抵押了无数的股票 那么这么一来 直接就把中小投资者给整怕了 你这CEO创始人 自己都扔自己的股票 那我们怎么办 大股东也不乐意 几乎要联合起来 发起了投票 推他下台 所以马斯克自己也意识到 自己已经搞错了 最赚钱的不去管 反而去顾及 这个天天亏40万美金的破公司 差点自己搞破产 玩归玩闹归闹 马斯克还是马斯克 把精力放到特斯拉之后 他使用了一招 降价 再降价 全球降价 通通降价 搞得其他车企呢 是非常的无语 我们知道这几年啊 什么奔驰宝马 奥迪啊 几乎年年涨 就连是奇亚和丰田 每年也涨个两三千 暗示特斯拉就是逆流而行 我不但不涨价 我最热门的车型 还要降价 而且不是降一两千 如果你在美国 12月底之前提车 某些型号 最多可以降 5000美金 就把很多的直接车企啊 给搞懵了 也把特斯拉自己的订车系统 直接搞崩溃了 那么自然 这样一来的话 1月初所公布的第四季度 和12月的业绩 就远远超过了 投资人的目标 你说呢 在中国地区 自从它降价之后 每一天新增多出来的订单 是一万辆电动车 我们知道呢 很多车企一年都卖不了 一万辆电动车 而特斯拉降价之后 在中国地区 三天就多卖了三万辆 而且马斯克还说到 他手里目前有的订单 是现在年产量的两倍 那啥意思呢 我就算不再收新的订单 现在还可以够吃两年 那么这么一来 特斯拉的股价也是直接起飞 马斯克基本上是每一天 一百个小目标的速度 迅速朝着世界首富的位置 重新进发 现在我们知道 特斯拉价格大约是在 一百七十五左右 可能跌了一下的话 现在是一百六十五 对比一百零四的价格 已经上涨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才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样的情况 回到二百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虽然我不敢说 它一定是能回到四百 但是如果它能够在今年推出三系列的新车 或者是其他一个经济型的电动新车 那我本人预计回到二百五十 就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好了 说了那么多 如果你对我们的文章和我们的视频 有兴趣不妨三连关注 我是Mike 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再见